哇,我们的老爷爷,我们的老爷爷,顿马老爷爷,他有新工作了,他找到新工作了,OK,我国的另外一个盟,国盟,统治西马,西马北方四周的国盟, 啊,就是,给了我们老爷爷,一个职位叫做,非正式顾问,为什么要非正式顾问呢,为什么不是正式顾问呢, 啊,嗨,大家,我是顿马一山大马范一仔,啊,这不禁令人想起啊,两千多年前啊,啊,冰神,啊,韩兴,OK,无双国士,OK,他拿到了,山东打下了山东起国之后呢,他想要封骑王,不过他又不敢当真的骑王,他只想当一个假的骑王,OK, 他写信就通知了刘邦,OK,刘邦一看,哈,既有这里啊,娘细痞,还想封,啊,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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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旁边的,他,张良啊,就,嘿,嘿,嘿,给他打了一个,一个眼色,一个眼色啊,然后,刘邦之所以我能够成为汉高族啊,就是啊,一看到一点点的,OK,啊,我的军师的一个,一个眼神,他就明白了, 啊,然后刘邦又骂那个韩兴派来的使者说,男人他丈夫,当什么假王,啊,跟韩兴说,难道就,就,就,就当骑王,所以最后,韩兴就到了,骑王,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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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是被尾认为,啊,啊,国盟的非正式顾问,也就说,一个非正式的军师,啊,啊,只有一个,挂着头衔的军师,什么意思呢? 就是,有事就摆你出来,没事就,何必呢?对不对? 如果你们真的这么尊重老人家的话 就直接为了我们的老爷为真君真的顾问 OK 真实顾问 这样才对嘛 对不对 非真实顾问 这什么意思啊 到底对不对 所以说啊 啊 为什么要封老爷为这个一个非真实顾问 因为我们的老爷乘几何时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发展之父 OK 他还有余味啊 对不对 就好像啊 大清王朝这样来到秦始皇 分六世之余猎 一统天下 对不对 所以 啊 国盟也想 OK 分老爷 三十多年的余味 然后想 南下 一统 啊 啊 啊 大马啦 OK 不过能不能成功呢 啊 接下来四年就是关键期了 啊 好累 OK OK 我们就 我们就出发群众就 就 搬好凳子 OK 来 来看戏吧 OK 我们出发群众也就只能 除了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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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 还能干什么呢 也就是说 啊 四年之后 我们 再投票咯 OK 好累 这次分享到这 这欧牵我来找了五年季大街 这就是最好的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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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就不想 我们再投票咯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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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